各位同学 祝你农丽年 我接受家乡的父老乡亲邀请回去一起过农丽年 那道一场大学 这场大学我听家乡父老们讲 好像是二三十年来都没有这么大的学 对我来讲 我是1936年离开家乡的 那个时候十岁 当中该了72年 我是第一次回去过农丽 我通知我的弟弟 他住在上海 让他一起回到老家 难得 那个时候我们离开 我十岁 我弟弟四岁 72年之后又能在老家团聚 非常不容易的一种事情 那么看到这场大学 让我自己想到 我离开家乡那个时候 每一年冬天都是这样的大学 事在我记忆当中好像像是去年的事情一样 非常的欢喜 当然这次大学带来一些灾难 从前每天受苦 为什么从前没有铁路 没有公路 也没有电力 我们住在农村 冬天下雪都不出门 那个时候住的房子 是土墙的房子 土墙很厚 东南下凉 上面盖的是茅草 也盖得很厚 冰雪下的很多的时候 房子里面不会太冷 不会太冷 那我们做小孩的时候 也不会怕冷 大概在那个地方生长 习惯了 所以冬天大雪 总是出去玩学去 小朋友在也对 所以看到这种景观 那么实在说呢 这个业于所谓的 瑞雪照逢年 这是有道理的 这么大的雪 这么长的时间 过去 我们曾经听说 这是有些 有一些人告诉我 今年在这个春天 有很严重的瘟疫 那么这场雪下的时候 瘟疫就没有了 我们知道 很多这些细菌的时候 都不能够在 这个灵下这种 温度上生存 所以瘟疫 可以避免了 所以瘟疫可以避免了 雪带来的灾难 我相信比瘟疫要小得多 那在佛法说的 这个大的灾难变成小灾难 也是众生之福 国家之福 社会之福 希望我们更应该努力 将自己的修学 将自己的功德 回向给社会 回向给大众 希望这个世界 灾难能够化解 纵然不能化解 也应当减轻 这个是肯定能做得到的 我们相信 静随心传 山和大地 我们人心善 都能够有好的回报 就是不再有严重的灾害了 那么同学们 把这个雪景拍成了 做成光碟 我也看了 看了很欢喜 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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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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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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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